還有它們的碗很特別 我們去到有些雲吞麵包 因為它排骨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用一次性餐具 剛走到這裡 買了包可以拆拆 就是這個洪橋街衛生鎖 擺門口賣這種 你也看看 又不是 467元而已 各位觀眾 大家早上好 現在早上8時3個節 我所在為小北花圈 今天也是我自己一個人拍攝的 同樣都是會去找觀眾曾經住過的地方 我現在未吃早餐 前面據說有一間雲吞麵店 廣州數一數二的交關 一於過去試試 話說是這樣 我都在社交媒體看回來的 但是有些可能不出奇 但是很多社交平台都是這樣說 下面看上去的評論 又好像很真實 那是否又真實呢 究竟跟我們回到西關那些 又或者連鎖式經營那些 又有沒有甚麼不同呢 過到去再說 連名字都好像網紅店那樣 叫淡少 既然是這樣 又跟大家說一下交通路線 大家看不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叫做小北花圈 在這個地方一直往前走 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是小北路地鐵站 將鏡頭轉過來這邊 一直往前走 就是應援路 應援路 如果你懂路 一路走出去 是可以去得到紀念堂的站 我已經到達了 我要了一個薑蔥拌麵 今次就不用用蝦子了 還有一個鮮肉煮均勻的薑蔥拌麵 我先去吃薑蔥拌麵 薑蔥拌麵 真的夠多 而且坐下無奈 很多客人都吃薑蔥拌麵 看來我這個選擇是非常不知的 第二個麵呢 有到那些 細麵 厲害 在廣州我吃過兩次 有這麼小的 至於雲吞呢 反而我又想試試雲吞 它比起真是夠薄的 我們回到西關那些 西關那些是挺厚的 不會太硬 裡面的肉也不會醃得很厲害 現在的價錢是14元 等一等 嗯 而且那麵是沒有家庭式兵員的 小店來的 至於剛才我開始所說的問題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存在 應該是比較受歡迎的 接下來試試拌麵 薑蔥拌麵價格是14元 麵呢 正如師傅所說的 很有這種的 我們去到基拉帕 吃了一家 老闆帶到很好的一家 像那種的 不是很粗很暗 我又很怕那種很粗很韌的麵 它就未至於 但是你說 蛋麵好像材福那些 又沒有那種那麼軟 還有呢 還有一道 大家必需要煮的 就是老闆 老闆娘 都是操作熟練激烈的 所以如果各位觀眾回到來 如果各位觀眾回到來 擔心溝通不變 是不會的 總體的感覺 就是不會太鹹 真的非常之好 有時候呢 經常有個誤區 又說要加些甚麼粉 其實我覺得吃原味就是最好 是吧 至少我小時候吃到的就是原味 如果你說真的熬出來的湯底 OK 我接受 但如果你說加些甚麼粉 好像很高 我覺得 其實這樣不如原味 不過 它會油啊 各種都不會太濃的 大家要想一下 做一份早餐來說呢 你又下辣椒又吃 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的 真的好事的 湯底你說 淡到寡淡無味 至於都是有底味的 但是呢 很克制 非常克制 相比之下呢 我更喜歡它這個雲生都的麵 雖然未算得上說獨自一家 但是呢 確實不得 有時候呢 雲吞不是那些肉不好 就是皮口那一頭 其實呢 我們都已經接受到皮口的雲吞 但是呢 你說可以吃得到 皮薄的雲吞呢 又令到你覺得 咦 找到寶啊 而且呢 一粒一碗很好 還有它們的碗呢 很特別的 我們去到有些雲吞麵 因為它排煮的問題 很多時候呢 都是用一次性餐具 筷子呀 碗也都是用一次性的 至少這裡不是一次性 不單止 還要這麼有特色 不過呢 早上八點半 現在很多人上班的時候 來吃麵 所以呢 早上可能人手有點兒不足 會有點踢腳 繼續吃麵 正如芝麻所說的 它們的調味不會帶鹹的 有時候帶鹹的話呢 它那些薑、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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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的調味會這麼鹹 這裡真的不錯 好了 我慢慢吃了 吃飽之後呢 再帶大家走走 這裡有幾個地方我會去的 第一個就是越華路 因為這裡有一個越華路 其實就很近的而已 中山五路我都要再返去的 雖然前幾天拍攝過 但剛剛拍攝完之後 有觀眾就留意 有個中山五路的地方上去 還有衛福西路 我們吃完慢慢再做 大家看見 好了 我吃飽飽了 大家看上去的一點 即是你說是否最好 你吃東西是不能這樣說的 不能說最好的 但是你說值不值得一迷呢 我覺得是值得的 價錢還算可以 給某些連鎖式的 打著港式的 那些雲吞麵店就便宜得多 還有它是夠特別 不會千篇一律 例如好像麵一樣 它是用了幼麵的 很千篇一律 用那種很大牙的那種乾麵 至於雲吞亦是如此 味道不算太濃 大佬要弄濃它多容易 我會加多些鹽 加多些調味粉就可以了 多謀不怕 值得一試 而且在我吃的時候 大多數都是一些長者 又或者街坊居多 值得順賴 好 接下來這個環節 我們繼續走過越華路 我們走著這個小北路 前邊一路到盡頭 轉右 就已經是東風路了 然後呢 一過了上邊這條小北納街 一下去就倉邊路 倉邊路旁邊 就已經是越華路了 剛剛走過這裏 買了包去十層 就是這個紅橋街衛生鎖 擺在門口賣這種 更熱的 厲害 三元一百 看 現在越來越多 好像這一種 衛生鎖 它有這些藥賣 大概你知道自己甚麼體質 你就可以買給我這些 經常出汗 當然是濕 去濕就最適合 如果真的不知道 門口有個叔叔醫師 都叫你問一下他 甚麼症 簡單喝 這些喝多喝不壞 三元一包 繼續走 因為你回到廣州 難免會水土不服 熱氣就要喝涼茶 人濕就要去濕 我們已經來到越華路了 我們先談談越華路的地理位置 在這個方向一路過去 已經會去到中山四路 龍港鎖地鐵站 大概走十分鐘左右 至於在這裏過來 越華路越華路不是太長 但如果你在這裏走到盡頭 轉左就可以去到公園前地的站 如果想來這裏 領旅一下當地的人民風情的話 我建議去到公園前地的站 是比較合適的 至於這裏有甚麼看 有少量的騎樓街 大多數都是居民樓居多 但是在前邊 有一個博物館 一個很細型的博物館 都是值得一看的 至於這邊 亦都是越華路裏面的一些居民樓 當然有可能部分的路名 是會叫倉邊路的 因為入到裏面 一邊穿過去就已經是倉邊路了 至於這條街 這條街是非常安靜的 有兩車道 車亦都不去太多 有巴士經過是6號車 6號車過去應該是行這裏 如果沒有改善路的話 但在這裏 酒店並不是太多 你不考慮在這裏租酒店居住的 餐廳方面選擇亦都沒有那麼多 有類似那些桂蘭米粉 還有之前在前邊還有一個牛肉火鍋店 但我不知道是否在做 那裏是潮州駐廣州辦事處 然後我先頭所說的博物館 就是這裏 叫做329起義 它主要是說什麼呢 主要是說退化門政政府的一個起義 我弄錯 我先說的是 應該是山頭市人民政府 住廣州辦事處 至於這裏進去就是小東營 小東營就是329起義指揮部 其實不是很麻煩的 一來這裏已經可以進去看得到 而且小東營這裏有兩個博物館都值得看 還有一個在裏面還有一個回教的清真寺 這裏其實都是很有歷史的 比如我之前說過 其實以前就是粵華書院 粵華老名就是當時來的 建於乾隆20年175年 很厲害的 我和他老婆曾經來過一次 只要你拿著你的身份證就可以證件 就可以進去參觀 不過因為裏面是不能夠拍攝的 所以只能靠各位觀眾自己用眼睛來看 值得看 真的值得看 不需要花費很多時間 至於清真寺就在裏面走進去 這裏就是小東營清真寺 這裏就是我所說的博物館 是的 來到這裏我還記起這個名字 小時候我住在廣大路 我當時經常想 有廣大路就有廣中路和廣小路 廣小路當然沒有 或者有 我未聽過 廣中路是有的 不過去到我大概差不多初中 好像這個名字就已經沒有了 究竟現在還有沒有不得意見 我們沿著越華路繼續往前走 這樣就可以差不多接近回到中山五路 公園前的地方 在這裏亦有另一棟大廈 叫做廣州大廈 它是國旗來的 它以前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上級單位應該是財政局來的 所以有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國企做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會要開 聽報告 會報一下的時候 都是會來這裏的 其實是甚麼地方呢 就是舊 我說舊的 兒童公園後門的位置 如果你認識路 在這裏是可以穿出去 兒童公園那裏 現在是行得到的 我都知道 大外氣今天不走 我們繼續往前走 應該就在這個位置穿得到過去 如果要住酒店 其實這間都不錯 不過價錢應該不會太便宜 不便宜都看看 又不是 467元而已 可以考慮 因為始終國企的衛生各種 是會做得不錯的 又夠寬落 即使467元 剛才說的 有28平方米 房間都夠大 大床房還有窗 在這裏 正如仙頭所說 在後面一穿出去 就已經是財廳的位置 財廳以前的南越王博物館的位置 如果喜歡看博物館的 其實住在這裏都是不錯的 飲飲食食之餘 又可以看博物館 又可以看先頭 我們經過的329起義指揮部 沒錯 先頭我不是說 那個潮州 山頭駐廣州辦事處 那個牛火鍋 這裏還有 還在這裏 真是可以一試 它真的做了很多年 此見於2001 應該都不會差的 既然在這裏附近有 有山頭駐廣州辦事處 大家如果喜歡吃的話 可以一試 通過北縣之後 我們看到中間這棵大樹之後 你就要作出選擇 如果我們要回到北京路 公園前的話 你有兩條路可以走 兩條路都可以去到 在這裏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到盡頭 就已經是中央公園 人民公園 至於在這裏轉過去 就可以去到廣衛路的方向 通常遊客就會比較少走 但其實都是可以走得到的 去中山五路走這裏 如果去公園前 走這裏會更為方便 起碼路會大一點、闊一點 至於我們今天就走這邊 走這邊過去中山五路 找觀眾曾經住過的地方 而我們面前這裏 就是廣衛路 一直往前走 簡簡單單 往右轉斜過去 就可以去得到 中山四路、中山五路的方向 即是新大新 以前 至於這裏附近 亦都是很多政府部門的所在地 比如說對面 廣州計量檢測技術研究院 前面就是建築集團的一間公司 原來這裏還有巴士去到南沙 以前廣衛路、廣大路附近是客運站 很多巴士去廣東省各地 現在當然不需要 廣仁路、公園前已經是保熱路 直接去招門公交總站 有多方便 但不知多少錢 6元而已 那應該是抵錯 6元而已 而且這巴士是值達的 很快的 而且它是用這種大旅遊巴 6元而已 真是抵得爛的 如果想去南沙行走 有時間的 可以選擇 繼續往前走 在前面 有沒有看到綠色那裏 那裏有油谷 在那裏往右轉 就可以回到公園前 但如果你要去北京路 最好不要在這裏轉 走多很多路 我們會沿著這條路 廣衛路一直往前走 便能夠到 大家又再來看看 前面又有個酒店 這些的就是七天 相信有很多香港观众都会熟悉这个筷子 这间看上去比较旧 是他们集团比较差 但价钱比较便宜的酒店 我们又看看多少钱 就是这个 肯定是没有仙楼那麽好 不用说 但价钱便宜 大家看看 大床 没有窗 没有早餐 194元 194元 如果你说就是睡一晚 摆一下行李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始终地头漂亮 上次我们在北京路那里 见到那间 真是很贵 这里真是老城区 因为在这里走出去一步之遥 就已经是大马斩 小马斩 公园前地铁站 如果不是很介意 面积的大小 新旧 其实可以考虑 但至少它是旧卫生的 不需要担心 如果还未知道具体位置 面前这里停车场 就是以前的九纪路边街 大概我相信 观众应该都知道 什么位置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已经回到中山五路 即是快点 要找公众要找的地方 才行 还有前边还有一个小食 煎饺都是不错的 就走前少少 走前少少 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叫生计老边鸡 不知道味道如何 就是这里 有快餐店 上次在纸厂那里吃过 这个也是挺好的 有早餐吃的 坐得舒服的 冷气足够 以至于这个 就是生计老边鸡 看看有什么写 套餐168元 有半只鸡 黄沙润自然觉得 也是肉 可以考虑 都是168元 都是这种饭店 这种饭店 总之吃煎饺 我说的就是这一间 八珍煎饺 这个分店是装修过的 但是也是普路二号 广式煎饺 终于我们又回到公园前地铁站周边 之前都跟大家说过 在哪里有地铁站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一路走过去 红色的位置 就是地铁站的 其中一个入口 至于这边一转过来 往前走一点 又或者你喜欢在这里 走进去也可以 就已经是去到北京路 西湖路 教育路 那些 维福东路 那些 全部都在这一带 在这里过去 很近很近 至于观众要找的 门牌号码 就应该不在这边 这边是上次观众 帮另外一位观众 找过的地方 应该在前面 观众所说的是 中山路167号 我猜可能要回到公园前地铁站附近 我们在这里过去 在这里过去 我身后面 就是五月花广场 在这里 这个商场 是可以走到过去地铁站 公园前地铁站 至于观众要找的是 167号 应该在前边 大概近 陶街商业城 那个位置 我查过地图 可能 具体位置未必有 但是 200多号 我就已经找到 希望 找得到 希望还未消失 应该会在对面马路 好了 我们来到这里 我也找了一下地图 以及观众的描述 我极有理由相信 已经变成了这一栋楼 这栋楼是什么呢 就是地铁的运营公司 这里下面 就是公园前地铁站 因为观众描述过的 他就说 是位于吉祥路 这里 吉祥路 中山五路 和喜二路交界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我对这里非常熟悉 因为我小时候 在对面坐巴士回家 以前还有巴士 现在没有了 我相信 应该是 已经变成这个位置 观众描述的话 而且我门牌号码 再往前行 已经是二百号 绿色这栋楼 应该是这一带 但这一带 大家也看到 已经是变成这样 应该就是这一栋楼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就是以前 维雨楼大概的位置 还好 我还懂 我还懂 至于这里过去 就是西湖路 来广州游华的观众 绝对不能错过这一条路 早几天我们去石大架饭 就在这条路 往左转 就在这一堆楼的后边 同样地 这里过去 大佛子也是非常之近的 你在地铁站出来的话 这个应该是叫D出口 D出口 是最近的 观众的要求 我就当满足了一半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让我们去维福西路 不如我们回到中山陆路 和海珠中路的交界 在这边又有什么游玩 有什么好食物呢 首先讲讲交通路线 这个位置 在这里走过去五分钟左右 就是西门口地铁站 在镜头的后面 就可以去到吃惠外鸡 因为惠外鸡 正好在两个地铁中间 你喜欢去哪个都可以 都是属于一号船 至于镜头这边走过去 就会去到我们上次喝夜茶的乐陶圈 还有如果继续往前走的 就可以去到鹿茸子 也挺远的 再来 在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地铁站 前面亦有一个地铁站口 我们会在前面那边往左转 刚好被这堆巴士遮住的后面 就已经是地铁站了 如果你在地铁站出来 想找一间老字号的餐厅的话 在前面 前面这里 同属西门口地铁站 应该是A出口 继续往前面走一点 走五十米左右 就已经是回民饭店了 广州最老字号的清真饭店 都没有之一了 再是最老 一九五几年的了 里面的食物都挺好 有一些喝茶 有一些吃饭 价钱不贵 至于我们要帮观众的地方 就在这里走过去的 这里就叫做紫航路 紫航路就可以烹满维福西路了 我们一路走一路说 如果大家对桂林米粉 这件事情有独钟的话 我极力推荐这一间 如果在以前西华路美那间 还有做的 两间都是不黄多样的 那间没有了 如果你要我选 吃一个桂林米粉 又不是那些小朋友 网红店 我极力推荐这一间 最贵我看到是22元 最便宜我看到是招牌杂紧 12元就有加力了 记得一定要加蛋 加一只煎蛋 哇 好吃到不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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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之前和老婆來過喝茶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疫情時我們有一次經過被部長抓我們進去吃東西 當時我們吃得很飽 後來再來一次喝茶也是不錯的 現在變成叫保漢圓林酒吧 做得很美 有早茶喝的有飯吃的 而且脆皮芝麻雞38元半隻 和迷你冬瓜鐘19元8元 這個可以一試 而且上面寫著 早茶直落到三點 始創於1979元 簡直不是原始經營 但好像聽過他們的名字 下午茶二樓下午茶四點八折 又發掘到一間四點八折茶樓 最大的優勢就是袖腳和經濟實惠 味道跟其他四點八折茶樓有甚麼區別 我可以和大家說是沒有的 只不過有地方打等 其實是不錯的 始終是老城區 這些就是老城區 至於我們要去到衛福西路 前面就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往左轉的 因為觀眾要找的是衛福西路6號 6號我在手機地圖上 都已經查得到位置 對不起 應該是往右轉才對 如果往右轉一直出去 就應該可以回到人民路 如果今早我不是去吃雲吞麵 我應該會來這裡吃 前面 何永基雲吞麵 也是老字號的1983 40年老字號 這個可以自己試 門面也不算很糟糕 你看煮臉的阿叔 一看就知道這些 不會難吃到哪裏 不過面積不算很大 永基 至於觀眾要找的地方 應該是這裡 是在這裡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 賣那些 賣那些順德小食的店 應該是在斜對面 李希記 前面這裡 月秀區兒童醫院康復中心 我們過了馬路再說 對面還有一個蘭芳園 榴槤堂水 我們找完觀眾要找的地方 可以一試 也不知道別人開門沒有 至於這裏一步之遙 出回去 就已經是人民路 往左 人民南 去到海培邊 往右 就是人民北 我們就看看這個 糖水埗未開門 沒辦法 應該沒那麼早 現在310時 至於觀眾要找的地方 應該就在前邊 跟人民路交界 再往前走 就已經可以去到龍津路 你說用力走 就大可不必 但如果最近的地理站 當然是西門口地理站 這裡已經寫著 衛福西路20號 附近有很多這些 電器零件的批發店 這裡已經是18號 應該再前一點 這一堆騎樓底 就已經是 再來 我經常跟老婆說 應該是老婆經常問我 究竟這裏附近的居民 去哪裏買菜 應該是米肆道市場 但以前在這裏 就有個衛福西肉菜市場 做了很多年 很旺 以前我家人 在淡路住 很小時候 我說 有時都會過來這裏買菜 因為就腳 至於6號 應該就是這裏 順德帶來 李希記 就是這個騎樓底 就是這裏 變成了 崩沙泡 都有人買菜 就是這樣 陸高 是騎樓底 有二樓 旁邊那裏還是製造孫之台椅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又過來對面 看看外貌 如果是坐巴士經過 很顯眼可以看到 兩層樓高 樓底超高 是這種聯排的騎樓屋 在廣州 人民路 衛福路 附近 都找到不少 但就沒有 去到中山陸路 一行一行都是 有客人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想他們應該是拿貨 放在店裡賣 崩沙 觀眾以前就住在這裏 反而旁邊這間屋 舊樓上 還有洋桌 好了 今天影片到這裏為止 如果有觀眾 好像想這裏有觀眾 想我拍攝 你曾經住的地方 留言給我 在我任何一條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盡快安排 如果是圍繞在我經常去的地方 我想一個星期左右 應該可以滿足得到你 如果遠一點 當然需要多點時間 各位觀眾下集見 來吧